《季节目》 《季节目》 今天来打扫我们的公司 因为接下来我们有 《柳仙记彰经》 后面有做一场日 《记彰衣》 你还穿吗 穿一点点 他都是以身作者 每次他讲他是走在前面的 他的那种动力 给我们这些走在后面 也不敢写败 也跟着他 这个公司就是很重要 这是我们这家 以前是几个人在做 二三个在做 现在是一群人在做 真的是很感人 幸福吗 幸福 14年前 发生乳癌的时候 那时候就很挣扎 就在讲 为什么会是我 为什么会是我 可是这次的时候 就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很坦坦地接受 如果是 又能清肝吗 排毒吗 然后甜菜和母血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很感人我妹妹 她在我在经验 在看医生的一路 她都在陪伴我 我没有期望到 她会突然间 今年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真的 我心里有念头 有这样转过的话 我也是会怕 只要自己身体有病 我们一定要治疗 就让风把消息随一生 那组阿龙沙做二十周年营业会 她还跑去表演手艺 她不能没有实际的 而且她很爱实际的活动 你不是不要专家 你是放轻一点 人生无常吗 但是我也不知道 时间是多长多短 所以我们要把握着音乐